淘气包弟弟偷袭花姐的第一个回合 花姐没搭理她 过了一会,淘气包又熊熊碎碎的过来了 这一次,她先摆了个帅气的倒立pose 然后试图倒在花姐身上,碾压姐姐 还算成功吧,虽然没怎么压倒 但花姐有些生气,小手轻轻一挥,烦熊 叶子又趁起身之机,再压花姐一次 见姐姐不跟她玩,爬上公主床去耍 花姐聪明地抓住了报复的机会 咬她腿腿,但是也没有咬到 弟弟在公主床上自嗨,花花也想爬上去 但花花还在探索上去的方法 就又遭到了弟弟的进攻 花花被弟弟咬到了脸颊 弟弟,你不讲武德